與蕭英卿對談 師兄 我也不能夠不講中美或者台美之間的關係 因為近期譬如中國領事館招牌改了設計 有一些領事館招牌就由以前譬如北京和中國 現在只剩下北京 令很多的選擇都出來了 是中國在美國的領事館 不是 是美國在中國的領事館 以前譬如上海中國 或者北京中國 現在有些地方只放一個地方名字 沒有放一個國家名字 另一方面美國衛生部長去了台灣 我沒有留意改名的問題 情況就很清楚了 原本中美復交的時候 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台灣問題 中國要美國承諾 不會搞兩個中國 如果承認北京是中國的唯一政府 這樣才跟他復交 現在美國做的事情很明顯會刺激中國 他不知嗎?他當然知道 不過他知道你的痛處在哪裡 我就是要撩你的痛處 一個顯示美國說要跟中國脫勾 要跟中國切斷聯繫 現在他講得很清楚 切斷什麼聯繫呢? 資金的聯繫 不讓資金流入 投資中國的東西 也不讓中國去 或者要中國去美國摘資的時候 增加難度 資金的聯繫 科技的聯繫 大陸以前派很多留學生去學習 他不讓你去 學術交流減少 以前你買到他的芯片 或者是可以開放市場 跟那些公司 我開放市場 你交換什麼給我? 美國政府不干預 等商界自己決定 資金的交流 技術的交流 連文化上的交流都減少了 另外市場不再開放 不讓你來 賣東西去美國 接下來進一步 連外交上的聯繫都可能切斷 跟台灣建交 你制的就開個聯絡處 你不制的 你自己收埋 撤走 他最盡可能去到這樣的情況 將來那個關係降級 他現在就告訴你 我隨時降你級的 將來他在台北有個中國 台北中國的美國領事 就是向北京施壓 你覺得在這個時候 其實我看你的文章 你也說過 應該中央政府應該忍一忍 就不要每一次都出擊還招 但如果現在體育形勢 美國是一個方向性的改變 有一些東西中央會容易忍一些 有一些東西中央是不會忍的 譬如香港問題 他要香港完全向西方靠攏 聽西方之笛 不聽北京之笛 當然沒有可能 香港 他認為他已經收回 他安排一國兩制 是他的安排 不是他對西方的承諾 所以如果西方還是想香港 變成是聽西方之笛 走走西方那套 他一定不會接受 但是你說 開放一下中國的市場 給西方又來賺錢 他這些可以讓步 看看什麼情況 經濟利益 他願意讓步 你看看他的經濟利益是可以讓步 經濟利益隨時可以讓步 就是被人賺錢 譬如保險、銀行 他都開放多了 之前有些東西不開放 因為他本身的競爭能力還是弱 他認為如果太早放 他中國的本土工業 就沒有機會發展起來 所以他就要這樣 到他五支 他六支都有 譬如GPS的定位、遙感、能力強 美國 他一樣和美國一樣 全球化 大家用同一個方式 這個是利益問題 為什麼之前美國那麼喜歡全球化 現在又反對全球化 全球化帶來不了它的好處 如果中國 譬如TikTok說美國那麼受歡迎 他當然不會反對全球化 大家一起開放 所以我自己覺得 經濟上很多事情他會有得談 但是政治上 在香港問題上 他不會有得談 除非在97年 他讓香港繼續比英國統治多50年 他當以前歷史 因為當時我曾經聽過有些消息 有人建議帶卓爾武去北京 1997年炸彈 帝帝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繼續管治 但是英國人 就喜歡有憑有據 要簽張續約 一簽續約 沒有人敢簽下去 好 這一節都是和我先生談到這裡